《黑暗》 《黑暗》 準備好了嗎 今天是這樣 上次我不是去了 跟他們那個節目都排了嗎 我叫周浩宇 今年27歲 現在工作在 北京木馬童話黑暗餐廳 做一名鋼琴師和黑暗引導員 我是從2013年讀大一的時候 來這兒兼職 兩位畢業以後呢 就是17年9月份 開始來這兒正式工作 兩位好 準備好了嗎 來 雙手搭在我的雙肩兩位 對 這樣 明白嗎 好的 沒問題 來 兩位給我來 哪位過生日來著 大家一起唱個生日歌怎麼樣 我給大家起個弦奏 咱們一起來唱好嗎 我們叫黑暗餐廳 它的構想是什麼呢 裡面全用的是盲人的服務員 外面呢是用盲人的演奏 然後水吧呢 還有這個廚房呢 可以用一些聾雅人 或者是精神障礙 18年 19年 20年 我們分別招了新語 長二和之前一些其他的人 以前我們殘疾人佔的比例 可能不是很高 現在我們越來越高了 融入到更多的殘疾的這個範疇 來 我到了 是一個親身經歷 1999年的時候 我經歷了一夜失明 我經歷了一夜失明 早上起來眼睛看不見了 後來那段時間我在想 我以後從事什麼職業 以何為生 我找不到能夠適合我做的 才知道在盲人和低勢力的 這個群體裡面 可以走的職業道路 是非常狹窄的 09年的時候機緣成熟 我就開了一家這樣的餐廳 我知道這個 北風那個吹 我知道這個 沒歌詞都不行 平時唱什麼歌 咱們看會不會彈 這就在灰姑娘會彈 灰姑娘 你來兩句我先聽一下 怎麼會迷上你 第二句怎麼來的 其實談到這個經歷的話 其實還是蠻傳奇的 我是一位盲人 去年年中的時候 發現我的眼睛看不清了 當時這個事情發現之後 就自己比較崩潰吧 我就開始四處求醫 一直開閉 然後開到北京這邊來 想的是能有一線希望 能把我的眼睛治好 其實我自己 在面對這個事情的時候 還是接受不了 所以我就找了一下 東國財經聯合會 他就推薦到了這個黑暗餐廳 也算是我的一線希望 其實到這邊來的話 浩宇給了我很大的希望 它跟我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它是那麼的陽光 那麼的樂觀 就像一道光一樣 打開了我另一個世界 當時我來這的時候 其實非常的忐忑 當他給我講到這邊 大部分都有身體障礙 但是他們依然熱愛生活 一切上去生活的時候 其實對我來說 是打開了一扇門 我也是現在才從這扇門裡面 剛進來 以後的話我還在正在學習 還在適應這個 兩位好 兩位好 請雙手搭在我的雙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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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主要是你得把這個 兩個手搭著 就意思是一手搭一個 如果兩位要是 或者幾位準備好了 你就問他準備好 他要說準備好了 就可以走了 好的好的 好 您好 兩位雙手搭雙肩 然後我帶你們進去 準備好了嗎 好的 好的 咱們一起走 好的 我帶你們進去 好緊張 不要怕 這裡面是一個全黑的環境 在黑暗中 因為所有的時刻 都不知道我們的工作人員 是盲人或者是低失利的情況 所以大家交流是平等的 還有一點非常關鍵就是 那其實對於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 來說呢 在離開這個工作場所呢 他需要大家的幫助 但是呢 在這個工作場景裡 那無數人對他們不停地來說 謝謝你 謝謝你幫助我 所以說自他互換的一個角度吧 我們在木馬餐廳做的這個烘焙活動 其實是在2018年開始做的 後來找到了余總 余總也非常地有愛心 願意提供這樣的機會 讓我們這些智力缺陷 智力障礙 還有精神疾病的一些大齡的孩子 到這裡來做一些烘焙體驗 所以你先聽著啊 沒有合照可以抓抓抓抓抓抓一點 之前呢 我們有一位學員 就是現在在餐廳工作的心語 她也曾經是我們幫助過的一個孩子 那麼後來也是因為餐廳需要招這個員工 我們呢又給心語做個評估 評估到她各方面的綜合能力 其實是可以勝任這個崗位 所以呢 我們就連接到餐廳這邊 把心語推到這邊就業 其實剛剛她來的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該如何帶領她 還好送她來的機構呢 一直在由老師陪伴她成長 陪伴了大概三個月 就完全交給我們了 非常的友善 然後家教非常好一個女孩子 彬彬有禮 然後她的父母啊 包括她的朋友們 親戚們 對她的成長非常的認可 我們也感覺非常欣慰 我實際上覺得 她比很多人多懂事 而且也很會察言觀色 她跟大家的區別 她一緊張可能說話會刻背一點 剩下沒什麼區別 有一時我心情不好啊 有的時候出去 人家惹了一肚子氣 她肯定會有這種情況 我會發現當你生氣的時候 心裡會拍拍你肩膀過來 說浩宇別生氣了 我覺得這個事還挺好的是吧 可能就是在這個社會當中 有可能有很多人對她不友好 不友善 她可能會有這種緊張的情緒 當這個來到這個 大家一看 大家好像都是差不多情況的人 大家都是互相幫助的時候 她可能自己慢慢放下來 自己的戒心 她願意把心掏出來 融入到我們這個圈子裡面 她也願意去學習和進步 我從18年一直到21年 真的是看著星雲 逐漸地變得更開朗和破 更找到了她自己的本真 傳望師傅來了一個金香魚沙拉 鮮果黑口香沙拉 這個999之後又來了999 傳望是一個比較靦腆的人 她剛來的時候也是不太會說話 逐漸逐漸地跟大家混熟了 她的性格也變成開朗了很多 她最開始什麼都不會做 你看現在也成長成了 我們一個重要的廚師了 我跟你這麼說 有一段時間我們這後廚 沒有其他師傅的時候 裡面是我 外面有一個以前有一個低勢力的小甲 然後還有星雲 還有傳望 就我們四個人 我們一天上午也賣了6000塊 也就是所有的菜品 都是由傳望自己來完成的 你要想像是 她成長成什麼樣的 她為餐廳還是付出了很多了 然後也在這兒成長了很多 生意不好的時候 廚師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她自己為了備菜呢 一宿呢她都不回的時候 她現在也可以拍著胸脯子說 我會做的這些菜 我可能去了一個其他的地方 也能吃一口飯 就是給傳望來講 我覺得給她的不光是一個機會了 是給她一項技能 去了哪兒都餓不死的一個技能 也就是說 瑜姐不單是為盲人 提供了一個就業的機會 還給其他比如像新女 像傳望人這樣的 身體不太方便的人 也提供了一個就業機會 很多種類型的殘疾人 都可以在我們這個餐廳裡工作 比這個單純的解決 一類殘疾人就業呢 可能會有更大的持續性 更廣闊的容納性 十二年來 像我們這樣的黑暗餐廳 在國內能夠長久的生存的 就僅此我們一家 很多城市會偶爾出現一家 但是沒有幾個月就不見了 我們自己的願景是 希望黑暗餐廳這樣一個模式呢 能夠推廣到全國各地 它也可能是無聲餐廳 黑暗餐廳 也可能是無障礙的 各種形式的服務機構 就是讓日常大家印象中 工作能力 交往能力 有所欠缺的人權 有所鍛鍊 有所融合 還是第一次在這麼有趣的地方吃飯 就感覺在黑暗當中 好像大家的關係會變得很近 全都是黑的 就像盲人一樣 讓我真是體驗了盲人的生活 其實挺不容易的 會推薦給大家吧 以後也會來 德國一個企業叫黑暗中對話 他們接收的都是聲障員工 他們在全球各地複製了這種模式 讓大家做團結 我其實覺得 我們這個也是可以被複製的 它這個潛力是可以發展下去的 剛把小翅膀剛這個撐開 進去飛多高了以後 還看大家照顧我 而且我們這還有一個什麼 我們這也叫殘健融合嘛 殘健人生障人士 還有健健人士 比如說像王哥 廚師長陳說 跟我們一起來生活和一起來工作 這樣的話 讓我們更能融入這個整個的 這個聖客活動和社會生活來 然後另外我覺得 餐廳除了解決殘健人這個就業問題 對整個社會有沒有一些貢獻 我覺得還是有的 如果所有來到我們餐廳吃飯的客人 有一天過馬路的時候 看見一個盲人 他能伸手主動去扶一把 他如果能產生這個意識的話 也算是我們小小的一個餐廳 對整個社會和諧 做出了一點點的貢獻吧